中文字幕志愿者 加工的猪肉切片 就是这段话续产会直接点名 贾乐福说是机查2000多家业者里 被要求下架的其中之一 但业者火速发声明反击 说当初是续产会主动询问 后续申请有表明 范围现生鲜冷藏猪肉和主原料 不包含供应商上架猪肉加工 12月24号续产会也认证合法标章 事后却说要全店都是台湾猪 贾乐福也在1月5号主动申请撤销 如今却又被说机查部不规定 表示非常错愕 陈青不是被动下架 而是主动申请撤销 因为卖场供应商含猪肉 像水饺 香肠 肉干 让全国产确实难掌握 目前先用食药署标章 和标明产地来源 让民众辨识 你上面辨中都没有标识清楚的来讲的话 到底源头是怎么样都不知道啊 不过看看其他卖场 全联也是设自家告示 冷藏猪肉区统统来自台湾 但也没有台湾猪标章 农委会回应按照标章规范 卖场所有商品要全卖台湾猪才能合法 但也谢谢业者配合 来猪鸡茶没想到却爆发业者更中央 尴尬状况 三秀 李文士 扎雪 台北报道